狗宣早起了喂 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啦 然后待会呢 就Viktoria会出现在狗宣早起了喂嘛 有一个暂时新的搭档会是这样子 所以期待一下Viktoria过来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因为我感觉像她也是一个很多内心故事的 就看怎样挖她故事出来咯 所以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 等一下她来on air啦 我们一起喝 Let's go出饭咯 OK 我现在刚到Astro 然后等一下就有去on air了 等她们再来接我 很紧张 Woo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 喂 是小朋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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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要进去了 怎样你进来说感享受 你不是第一次进来吗 就是 不是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嘛 就是这个的 哇 你不要先进去我 都很多人在IG的那个comment section 下面就一直讲说 哇 很多啊 要来跟Kristen拍了 喂喂 她不知道情侣可以当工作拍的 哇 一个这样的留言不是我讲的 不懂 欢迎我们新的Gushy MC啦 Yeah Viktoria和黄士奇 Woo 还有Kristen的婚姜 OK 啊 这是一个比较free and easy 的东西 不用太过格式化 不用太过正式 就是想象一下 我们通常on air有个技巧 就是你要想象你前面有一位听众 就想象说 你在跟他讲一个故事 你要分享的东西 就在跟他讲的 所以你讲到就这样 哦 你有没有觉得会这样子这样子 这是其中一个技巧来的 所以等下就当作聊天就好 吹一碎就可以了 Gushy Gushy 早起了喂 我是Kris的婚姜 Gushy 早起了喂 我是Victoria的黄士奇 Yeah 今天呢 就有Victoria啦 来到Gushy找起了喂 做一个Gushy MC的这个嘉宾啦 Gushy MC的嘉宾啦 第一个我们很喜欢 那一个礼拜当作嘉宾啦 第一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当电台MC啦 我觉得主持这个东西 我是不擅长的 哦 然后这一次就当作是一个挑战 哦 就当作一个魔炼这样子 走出那个舒适圈这样子 快点end到他 拜拜 我们就要办了 十二个圈 十二个圈 因为我Victoria来这里 就是当晚一个礼拜嘛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个Q&A啦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都可以在这里去问 然后我们过后会回答啦 十二个圈 OK 现在我们通常来的就是 我们在玩的时候 我们就会见老板 就背第二天的观看 你是要审核第一天的 审核第一天 那怎么背吗 哦 那谁是这样 第一次讲这么多话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比之前讲很多话 对对对对对 感想什么 我的感想是 我今天 算是有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啦 因为我讲努力平时多一点话了 哈哈 因为我平时算是蛮安静的 然后也谢谢Kristen lead我啦 然后这边真的很冷 然后这边真的很冷 哈哈哈 我的感想就是 之前我跟她拍过东西啦 然后我觉得她之前比较近了 可是今天咯 她在麦前面她是别一个人来 她会发点的 你看是这样子咯 所以一样我觉得 其实如果给我打分的话 1分到10分我会打7分 因为我觉得她进步神速 就是从我们把点滴跟上次开始了 然后后面就整个氛围变得很好 谢谢 就变长途MC 对 上班机干嘛老板上班 今天是第二天 我很嗨早上 哦你来跳舞了呗 可是那个也要死哦 好累 好累 高选早期乐位 我是Kris 怎么样 高选早期乐位 我是Victoria 黄世琪 今天又有Victoria啦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双十二 你们有买东西吗 花了多少钱 是的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双十二 因为我们两个算是 好像我们都比较佛系一点 双十二的时候 我是没有时间买 你有买啊 你有买 你看我买了什么 待会回来再跟他们讲好不好 OK好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首歌曲 StreetKiss的Case143 手手工选 我不知道 因为在第一天 那个时候我们就放好一个Q&A的Story啦 然后就叫大家问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就回答一些的问题啦 第一个你们什么关系 超越朋友 超越朋友 老朋友啦 是老朋友啦 人家不是有讲一句什么名言 什么名言 什么名剧精华 在那个中文那边 做不到情侣 可是可以做工作伙伴 工作伙伴 所以她做常做东西 争奋 争奋 又圆又 sorry 哈哈哈 哈哈哈 给人下一课就是我 是Toya单身吗 还有她找男朋友的时候 有什么是她不喜欢的 我的意思是她会说No的 我最近有 爆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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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觉得 有好感的对象啦 这个字母啊 谁字母 更复杂啊 没有 可以开头 啊 喂 哈哈哈 不要胖子 这肉肉啊不好 啊肉肉OK啦 肉肉OK 可是不要胖子 啊不要太肥了 先带女性 yes 肤浅 天秤座 看眼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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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是我们 那第二天嘛 然后我们回答完 Q&A了 过后 如果是有还有的话 我们过后再见啦 See you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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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犯的第二天 如果给我打分的话 第二天啊 昨天给七分嘛 今天我会给七分半 不要给她骄傲 因为我这样半分半分 再这样去 第四天应该可以 加到去差不多九分 这样子啊 OK 所以你第二天的感想是这样 开心啦 就有比第一天 比较 没有这样压力哦 第一天会比较压力一点 然后今天的话 也知道自己 还有很多进步空间啦 所以我觉得她今天 多很多话 所以就要 我们期待一下 接下来 还有什么想分享 其实 我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了 然后要讲事业感想 有什么感想 太多四天了 extend了 我不能 OK 所以 我觉得不是 一般人可以 体会到的东西啦 然后我家人 昨天也是 有在车上听 因为我跟他们讲 只有四天的时间 可以听我摄影报 在电台 然后 然后 然后我的爸爸就有讲 说 哇 厉害哦 我还挺耳的电台 很害人 哇 第一次听他讲这样的话咧 然后哥哥也是 一直跟我讲 我爸爸好像很开心这样 也 又来到了 这三天 主流的期议 每次来的剧法 哇 这个门很重 OK 所以我现在要做功了 大便很快 到我 大便很快 到我 会长得快啊 什么东西 OK 所以我就 Fake Victor要讲 我要去厕所 因为我 那一集 可是 其实我们通常要到了 就是 我们要开始录9点 已经是8点50多分了 然后呢 我们就 他讲说 我还没有回到来 要他先自己录 看他怎样攻击 但是我现在会在 backup studio先录好 这个东西 等下我会last minute slot进去 就让他看到 那个套塞是空的 然后看他怎样去处理 可以看他反应 哈哈 套塞 他问我能不能先 好可怕 起来 起来了 刚才就好 起来了 什么话 要不吃力 银 我去 他就好 很难 银 银 恭喜你 我是Vicora 黃氏琪 哈哈 啊 很恐怖耶 要等你弟弟了嗎 嗨 我還在這裡 我下屍了 我下屍了 嗚呼 嗚呼 嗚嗚 嗚嗚 我在back up studio 看著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怎樣咧 這邊 去看這邊 哈哈哈 剛剛咧 我們就prank了她啦 不急 嚇死 然後就拿自己錄 所以大家應該發覺 那個就是 她是自己一個人講話的 其實呢 我是沒去廁所 我在back up studio 一直在看著 就他怎樣錄 我還分享一個狗的視頻 在看著他在上廁所的那個視頻 給他看 結果沒有想要自己錄 哈哈 真的很可怕耶 祝Victoria千真是景啦 唱跳的路上顺顺利利啦 如果想要看到Victoria更多的活动的话呢 都可以送到她的IG啦 Victoria.NSQ Victoria.NSQ 这个重要的东西要讲三次啦 好啦,我们就这样子啦 Victoria下班咯 首递不宣 首递不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